只见他拔出手中飞红剑 吓得吕不韦吃了一惊 向少龙为应对赵德举报 他说自己是因为一个女人 让王子正生育受损 吕不韦问他所为何人 他却说这都和赵德有关 当日他护送公主去魏国 与赵德有了过节 因为护送途中日久生情 竟然喜欢上了公主 他说自己对公主没有越轨行为 偏偏赵德禽兽不如 三更半夜潜入公主房间 想要毁掉公主清白 然后贬了他一顿 原来向太傅跟他有如此恩怨 此事之后赵德怀恨在心 就到处乱打小报告 说他带回的王子正是假的 向少龙又说 赵德这么做就是想借刀杀人 冤枉他带回的王子正是假的 然后他就会被牵连致死 向少龙因自己的原因 导致王子正生育受损 便求吕不韦赐他一死 吕老头可没那么傻 本乡其会如此轻信 赵德一面之词 吕不韦又问他 为何会因王子正生育而求死 向少龙说遇到王子正后 王子正对他很好 还推举他当太傅 他认为王子正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将来 我相信他一定会继承他父亲的优良血统 成就大业 说不定还可以一统天下 这马屁拍到点子上了 吕不韦得意地摸摸胡须 向少龙踩红屁继续 不想因为他和赵德的恩怨 影响了王子正的前途 为报答王子正对他的恩 吕不韦认为 向少龙就回朱姬母子有功 不会听信外人谗言 吕不韦看他对王子正忠心耿耿 便将王子正交给他好好教导 向少龙表示会尽心尽力帮助王子正 向少龙走后 吕不韦带着怒火回来 赵德还怕他听信谗言 起料在吕不韦心里 赵德说的话才是谗言 为了保住王子正是他儿子的秘密 吕不韦派人拿来毒酒 赵德先干为净 看他喝了毒酒 吕不韦也给他讲了个秘密 赵德千里送人头 这波操作十分完美 本想揭穿罩盘假冒淫正 却害得自己送了性命 最终死不瞑目 话分两头 大王这边可就惨了 身体虚弱到伤不了潮 医生诊断 看来朱姬功夫够深 且看下集 向少龙如何让大王生龙活虎 下集 保重 油 保重 感谢观看